继续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Fish真一 我是之风 当特朗普强势回归 击败了哈里斯当选第47任美国总统之后 大家都在关注强势的特朗普 如何在未来的四年治理美国 特别的是共和党掌控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 最高法院又倾向保守派 特朗普2.0可以放心的施政报复 面对回国的特朗普 其实一些大马民众也把他跟马哈迪拿来做比较 关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志风又是怎么看这两位领袖 我觉得相当有意思 两老就是老马跟老特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 他们两个人都是通过选举回国当国家领导人 而且都是以高龄的姿态 同时打着拯救国家的旗号 要拯救主在水深火热的民众 老马在2018年以93岁高龄回国 成为全球最老的国家领导人 而特朗普今年78岁 他也创造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 打破拜登 拜登在2020年上任的时候是77岁 特朗普今年78岁 那么在这之前 特朗普还嘲笑拜登 你年纪很大 那么现在其实特朗普自己的年纪也是相当大 特朗普在美国这百年来 第一位非连续任期总统 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在连任竞选当中落败 但是却在下一次的选举重新当选总统的人 上一次是1888年的民主党人克利富兰 巴哈迪跟特朗普都是以在野党的身份 选权没有绝对的优势 然后两人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面对执政党的猛烈攻势 以及许多倾向执政党的媒体 发动的舆论攻势之下 一路顽强反击 在不受看好的情况之下赢得选举 那么马来西亚我们不是总统制的国家 我们是君主立宪 首相并不是民选 而是由掌握国会多数议席的政党推举出来的 然后由国家元首来委任 不过选民在选前都已经知道 不同阵营的首相人选会是谁了 虽然美国奉行总统制 总统也不是一人一票选出 而是以独特的选举人团方式选出 这是美国开国元勋门为了平衡各州的权益 而拟定的看似符合联邦制利益 但是却没有办法彰显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理念的一个制度 那么美国的制度是赢者通事 这是美国选举人团制度 引起诟病的原因 不过同样的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 也类似这种赢者通事 再加上马来西亚的选区划分不公平 Jerrymandering的情况频频发生 同样无法彰显一人一票的精神 那么导致选举结果有利于某方的情况 我觉得马哈迪跟特朗普 这两人都是属于 阿尔法南类型的领袖 所谓阿尔法南就是带有攻击性 控制欲很强 做事非常坚定 而且有信心 经常会被批评为说 这种阿尔法曼的领袖是很苛刻 很傲慢 甚至武断 属于大男人主义类型 而阿尔法曼它的特质 并不影响这两老的魅力 反而让他们更容易获得基层民众的认可 因为底层民众经常都把他们的希望 投射在强人的身上 尤其是出现社会动荡 经济低迷 缺乏信心的期间 他们就希望强人指路 所以马哈迪1.0的时候就以强势建称 只要他认定的方向跟目标 就不惜国本都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奔跑 哪怕中途面对很多质疑 嘲讽障碍等等 比如他推动Broton国产车计划 那么多次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修改联邦宪法 以及他曾经发动 最后采买英国或British last的运动 那么特朗普1.0期间 也有许多被形容为疯狂的举动 比如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建高墙 向中国发动贸易战 然后三次与自己描绘为 Rocketman的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会面等等 所以他们两人都有类似的Alphamil的特质 Alphamil就是阿尔法男 阿尔法男的特质经常被大家跟大男人主义来挂钩 特朗普他确实是有点大男人主义 不尊重女性 经常会发表贬低还有侮辱女性的一些言论 但是马哈迪似乎就和大男人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了 确实Alphamil他在马哈迪的身上 并没有大男人主义的这种特质 那么其实Alphamil未必是大男人主义而已 只不过一般民众从大男人主义的这个角度来理解Alphamil 那么大男人主义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 它很形象也很立体 那么Alphamil在社交中都扮演着这种自信的领导 它是不怕跟人家竞争 也不怕对抗 它深信自己是有能力赢得每一场的战役 也善于发挥本身的影响力跟优势 强调自主跟独立性 并且在群众往往占据统治者的地位 老马跟老特的身上都有Alphamil的特质 尽管环境再怎么的恶劣 他们都不轻易认输 他凸显着一切都在他自己掌握之中的那种老大型的领袖 他能够超越常人承受的那种压力 而且能够将压力转换为动力 带领他整个团队向前迈进 特朗普在7月份时遭到枪杀未遂 展现了战斗手势和精神 就是Alphamil的最佳体现 马拉第在2018年大选前和领导希盟时期 经常面对时任首相纳吉政府的为难 他始终坚定立场 巩固支持者也扩大了自己的粉丝群 那么Alphamil对应的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他面对的一些可能是 随和被动协商型的领袖 所以当Alphamil跟这一种比较斯文型的领袖的话 那么他Alphamil的领袖就很容易将对手的特质 转换成你就是软弱 你就是被动 你就是没有组建的领袖 所以马哈迪就将他的对手纳吉 描绘为是受夫人影响 缺乏组建没有立场的领袖 同样的特朗普也把哈里斯形容为是愚蠢 没有立场 容易受人家控制 而且还有很多很难听的词 那么在选举跟掌权期间 马哈迪1.0跟特朗普1.0都有很鲜明的立场 同时形象也很突出 辨识度很高 两人都以非常直白的语言进行政治沟通 没有太多那种意识形态的语言 而是选择直击人心跟你讲人话 而不是跟你讲很高大上漫不经心 你抓不到的那种我们讲的意识形态 而且这两老通常他们的谈话都非常的尖锐刻薄 而且专挑政府的弊端来做文章 老马就主打贪腐 那么特朗普就主打经济还有移民 那么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1.0 到现在2.0美国优先 预料这个2.0版本的特朗普 它的爆发力会更大 超越1.0的政治素人版 老特他没有寻求残联的压力 司法、立法、行政都倾向他 所以未来四年 特朗普2.0在制衡机制失灵之下 它的Alphamil的支配力 那一种战斗力会更加的旺盛 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 也谢谢志峰 青山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待会进入六点钟 有城市女人家 大家对特朗普 不讲特朗普 美国有点远 特朗普有机会再讲 还是回到来马来西亚的事情 马来西亚的这个角度 第二则 第二则的事情 我觉得它还会在燃烧 还会在燃烧几个星期 因为主角还不懂是谁 然后周数还不懂是谁 然后这些项目还不懂是谁 那么如果项目出来的话 那么接下来媒体就会顺藤摸瓜 会往那个方向再去挖 然后把一些精彩的料 把它挖出来 现在坊间也有一些传言的 但在猜测 觉得可能有一些是准的 有一些是不准的 那么同样的 我没有信心的东西 我就不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就算是在FB 也是属于半个节目 所以就不讲 只能够讲一些相当笼统的事情 以及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再加上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东西 那么这种短片 揭露某某人贪腐的事情 最经典的我觉得应该是在2007年吧 不是 是2007吗 应该是2007年的 就是Lingham的短片 Correct 那个是十多年前的这个事情 那一个短片 直接把反对党推向一个高峰 也就是因为那个 Correct Correct Correct的这个短片 把一个没有政治背景 当时负责拍video的 那个小伙子送上国会 成为了国会议员 他的名字就叫做罗国本 他打败 他在格兰纳扎亚打败 我记得印象很深 跟当时有去采访 他打败了马华的候选人 OK 大家都觉得这是谁的 罗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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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在坊间 有一个外号给他 就叫做罗高本 OK 因为他完全没有政治背景 也没有从政经验 只不过他拍了那一个视频 拍到 当时一名非常著名的法官 不是 一名非常著名的律师 叫做Lingham 拍到他跟据说是 马来西亚大法官讲 说法官的安排 人事上的这个安排 那么 Lingham也因为这个事情 他的另外一句名言 相信大家印象也很深刻 Look like me Sound like me But it's not me 尽管已经拍到大家 这个人看起来是我 声音像我 但不是我 这就是律师很会 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了 所以那个Lingham短片 真的是一个经典 任何读 马来西亚的政治的话 绕不开这个Lingham的短片 你上网 打 Correct 就会找到那个事情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说 有多少个短 新闻报道说 有整七八个短片 那么七八个短片 是有声音的 还是没有声音的 我相信应该是有声音的 有声音的话 才能够听到 双方在讨价还价 双方在讨论一些东西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 还没被揭露出来的事情 好 那今天的新闻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星期三同样时间 我们再一起听懂更多 来看看星期三 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些 内部消息 或者有更多的新闻 能够跟大家来聊一聊的 尤其是关于道题 而则的这个 后续发展了 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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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